俗话说,冬天多吃藕,活到99 今天教你们用五花肉和莲藕做一道美食 学会了以后那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,选用这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莲藕切成硬币大小的片 浸泡的莲藕中加一勺白醋 这样能有效地防止氧化 备孕的五花肉中加一勺盐 适量的清水浸泡 因为盐有很强的渗透性 能有效地去除五花肉里的杂质和脏东西 再用清水反复地清洗干净 锅中烧油 加一勺水和一勺白砂糖 糖和水的比例一比一 开大火把糖和水熬至充分溶解成挂霜状 接着糖将浆化成香油色 再开小火熬至大泡泡变成小泡泡 这时候色泽红润的糖色就熬好了 五花肉倒入锅中 开大火煸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 再放入莲藕继续煸炒 煸炒过的莲藕吃起来才会更香更糯 然后放半勺盐 一点点鸡精 葱 姜 八角 再倒入半瓶昨天老婆没喝完的啤酒增香去腻 加入开水没过锅盖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90分钟 然后开大火收浓汤汁即可 再撒点青红辣椒配色 这样做的莲藕炖肉肥而不腻 莲藕粉糯鲜香 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吧